好這輛潮車彷彿在路面上 地點是彰化河美滨海路跟美港公路的路口 時間是上午8點半左右 潮車在這個路口轉彎過來 因為離行力過大煩惱過去 潮體上載的化學物品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危險性 警方第一時間做了了解 知識19噸的液態庵 因此一開始的時候 先封鎖現場 確定沒有外漏 通知大型吊車來進行拖吊之後管制通行 那有關車上面呢 是裝滿了這個液態庵 那重量大概有19噸左右 那研判有可能是行進這個冰海美港路口 因轉彎不慎 那導致這個油關車受離心力的影響 這個翻覆在這個路邊 這個地方很多大型車輛進出 就在這個轉彎路口 潮車翻了過去 驚駛是35歲的詹姓男子 車上只有他一個人並會受傷 他剛剛在潮體上 滿載了19噸的液態庵 加上車子的重量超過了30公噸 轉彎的離心力造成了操車翻覆 還好人並未受傷 不過因為車體非常的龐大 排除現場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也造成了交通回渡 好把時間交還給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開始接著 第三壇 這個期間 船現在